卧槽 浪姐四首波 这十位姐姐惊念全场 第一位 艾拉 早前主题曲发布 户上网友就已发现 41岁的艾拉霸气站上C位 算年龄和资历都不算大 但SHE作为华语乐坛顶级女团 随便说一首歌 都是巴结十分有感 出舞台上一曲 令人未满直接掀起宣赏回忆杀 再靠近一点点 就让你牵手 再勇敢一点点 我就跟你走 你还等什么 时间已经不多 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 不知道大家的DNA动了没 是谁的DNA动了 我一个字没错的 全部背着 我介绍吗 几乎她们的歌 完全是我们青春期 完全就是青春期 我恋人味吗 我每一句都记得歌 而艾拉稳居第一 也足以证明她唱跳宝刀未老 从刚出道的假小子 华丽转身成大女人 想必她也会在浪姐上吸粉无数 第二位则是金钟事后 贾静雯 当年她凭赵敏的盛世美颜 碾压高圆月 成为初代虎虎女神 得知好友要上浪姐后 苏友鹏发文 给乘风破浪的赵姑娘打高 但耀眼有言 又演技有演技的她 却是万万有名的魁女王 唱歌像鸭子叫 然后五音不全 但出舞台上 她又路过人间 获得全场盛赞 成功挡破破云某周 演演结束后 贾静雯多次询问 大家可以吗 可以吗 真的吗 镜头上可以吗 可是我刚刚忘记 这个到底有没有拉 我有拉吗 我有吗 可以吗 说真的 可以 特别可以 真的吗 真的吗 I'm charming 而且那个花最后亮点 只是出舞台 拍名不尽人意 顺着贾静雯 大家一起了解下 第三位 平民天后徐怀玉 她的出现 可谓是备手期待人 至今都是经典 之所以将她与贾静雯 放在一起 是因为节目还没开播 就有人爆料 贾静雯不满徐怀玉摸鱼 在一公现场倒游 徐怀玉更是发文内涵对方 到底是真的 还是为节目预热 还得等到一公才知道 但徐怀玉本想要纷飞 掀起众人魂一杀 却紧达到293分排名垫底 第四名 宫林娜 首先47岁的她 没有50加 更没有60加 作为本季大Vocal之一 布林娜没再出舞台表演坦克 也不是来浪姐玩票的 反而早点都开始 为节目做准备 学习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唱跳 舞台上爱如火燃炸全场 一改众人心中的景象 就是听起来总感觉有点熟 说不就是坦克了吗 浪姐四开播谁能稳战C位 复制王心灵成名路线 第五位 谢娜 去年当主持人试水 今年便化谁选手参赛 在节目开播前 谢娜就保命 出舞台会很欢乐 会在看到的那个时间 就会很快了 想一想 会是什么样的经典舞台 不少网友看见谢娜参赛 刚即表示 看到她的名字就觉得 收视率将会打五折 殊不知谢娜唱跳俱佳 且她非常适合集体生活 在我们来了爆笑模仿群明星 逗笑现场在场嘉宾 还有人猜测 还要来唱波罗波罗蜜吗 结果一语成衬 别说 现场舞台绝了 唱得很好啊 唱得也很好啊 她的舞台又有心 又有那个跳 又有跳 又有舞台的风味 很厉害 第六位 孙悦 缅妹准备参加浪三的她 为了安慰好友家 委屈的狗狗 一不小心导致跟前拉伤 只能婉拒导演组 并在下半年 参加时光音乐会 再给无数人欢乐 如今 亚洲出场的她刚走来 就获得全场起立迎接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一曲 大家一起来 直接乍翻全场 告诉大家 自己才是内地唱跳女王 第七位 蔡少芬 能打败皇后娘娘的 只有普通话 去年 蔡少芬老公张静 参加批歌荣获XLeader 但皇后娘娘唱起歌来 真是一言难尽 因此刚入场 她就向好友艾拉谢娜 输出自己参加节目的短板 我跟你说 我这期真的太有压力了 其他工作我都没有这样子过 你放轻松 你放轻松 你大眼放轻松啊 你跳舞 跳歌那么厉害 没有 她有短板 什么短板 短板就是太老了 我也跟过香港的大师 真的 两三个月我就放弃了 是 吃那个老师放弃 别说 蔡少芬与艾拉谢娜在一起 简直不让话掉地上 如今浪姐四处舞台 蔡少芬又吸花一血牵齿 列举结束 蔡少芬激动到乱叫 毕竟成绩远比想象的好 第八位 秋死炫 品如艾莉刚见面就相忧而泣 随后展开答谢宴 唯有猪猪全程不在线 您 您是 您是 李小话 艾莉艾莉艾莉 对对对 您是歌手还是演员 三我我没有 哦 都是 都是都是都是 怎么答的为欢呼你 这个是 演那个回家的诱惑的女主角 回家的诱惑是什么 让人不得问的 姐 你真的是圈类人吗 更让人惊讶的是 品如出舞台直接让战哥想起 告诉大家 这一次我定要找回 属于自己的无法言量 第九位 徐颖 徐颖拼摩托出道 成为国内首位登上 国际杂志 握舞个中文版的女艺人 作为演员 她是初代偶像剧女王 与谢娜贾玲等人 并称为百面无侠 作为歌手 她有众多代表作 多才多艺的曲影 却喜欢买了 当初被公司捧了后 她当即选择写约 被问起原因 她单单表示 公司猫捧太红了 该说不说 这姐真撒脱呀 第十位 赵丽娜 身高妖妈妈的她 是女族门将 但架子鼓舞蹈 都不在话下 所以说本季姐姐身上有很多看点 就是不知道哪位姐姐会成功出圈 大家对此还有啥想说的 欢迎原品论 华晨宇怎么也没想到 幻月她永远的神宝座 还没物热 就被周剧人用一句话打脸 前几天周董花动态 内涵法师华晨宇 有些艺术家一辈子都在 求新求变 却没有路人缘 自己留下我要夏天 成为对方耳熟能详 小小让容索然 斩获六项大奖 成为她进军内地的基石 初到23年 周剧人写了400多首歌 稳稳占据华语乐团半壁江山 反观自往风释的法师 初到十年 没啥传唱度广的歌 连代表作都说不出三首 热度最高的哀 还被众人嘲讽 唱歌像做法 你难怪500会在演唱会 打点华晨宇 有些人唱的一辈子的歌 唱的脸很红 歌都不红 无论他多么努力 一直唱一直唱 一直唱 无难为止 我运辞到一首歌 都没说什么 我运辞到一个人 我运辞到我运辞到一首歌也好 的 谢谢大家